基隆房价飙升 基隆市议员非常关心和担心 八度有建案开价一坪40多万元 高楼层更要50万元 直接打响基隆房价要上涨的响炮 连中正区武昌街一带的老房子价格也被炒作 要求市长谢国良要落实居住正义 严防炒房 市长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见现在青年人真的痛苦 真的成家大不义的问题 有几个线下面我再继续帮你补充跟更新 这个是现在闹得热腾腾的美丽上层的建案 我没有要帮他行销 但是他一坪直接开到在八度 一坪起价42万 高楼层50万 他直接打响了整个基隆市房价要直接上涨的响炮 双北持续外溢到基隆 因为他其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南港约18分钟科技狼带带动新核心 完完全全就是冲直的捷运来的 市长 这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从今年一月底内政部公布的数字 基隆市的空污率继续升高 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台第五名 基隆市的面积才那么大 空污率排到全台第五 当然这所有调查时间都不是你认为 那是林前市长 现在任政部部长林又昌时间 但是林前市府直接表达 因为基隆房价不够高 所以不需要居住政策 请问谢市长你也这样认为吗 基隆市不需要住宅政策吗 每一个二十几平二十出的房子 他现在的价格开价都是六百多万在武昌街 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五十年的房子 都会像德国一样 他的房价绝对不会每一年超过百分之十五 因为如果你超过百分之十五的话 你就犯了刑法的罪 没错 现在房价很高 但是房价你说要打压也不可能 所有的材料费 能力 土地成本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我们只能抑制 那最好的政策就是政府去推动社会住宅 我在这边要建议市长评估看看 现在只有七独有 而且这个是中央的政策 那如果我们财政允许的话 是不是我们各区都应该去规划推动一个社会住宅 市长谢国良则强调会加速研议囤房税 并且紧速确定推动第二社宅的地点 囤房税的这个概念 刚刚美宁议员有提到 那我们是要表达我们认同 而且我们有讨论 政府是绝对不支持炒房的 政府也要压抑一定的房价 社会住宅都是出租的 社会住宅一样是无可挂牛 那只是说是不是秘书长 你跟这些都市发展界的专家也都是旧事 那我们是不是用最积极的态度 因为议员鞭策我们 我们是用最积极的态度 赶快把第二个这个这个案子 来把他的方向跟他的具体的地点 来把他定案这样子好不好 那不是我不想去推动证明安局 而且证明安局就在 就在这个阳明海运的旁边 我们真的是希望未来 不管是望海啊 或者是长荣啊 或者是什么四围啊 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 会洋啊什么样子的航运 都可以有一个点慢慢的坐落在 阳明海运的周遭 这个是我觉得对基隆市也蛮有帮助 因为基隆港港就是它的最强的一个竞争核心力 那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来完成 第二处的这个社会住宅的一个选址 另外谢国良也指出会建议 多盖一些小坪树的住宅设计 让小家庭也买得起 我是觉得说当基隆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有不同的变通方式 提升社会住宅的比率 跟把未来的青年跟小家庭要住的住宅 设计到总价 希望不管如何都要压在 比如说一千万以内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或一千出头 那这样子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透过银行的比率 贷款的比较高 让大家的支配款可以降低等等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不成熟的建议 很多青年 像我想万语议员他在关心的 还是希望青年是住得起 但是还是有自己的房子 我是觉得他的立场是 还是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才会说压低总价 小坪树 然后尽量再压低这个单价等等 目前基隆市第一处社宅已经动土新建 市盖在七毒火车站旁边 临近大华侨的光明安居 市长谢国良强调 会再和内政部驻都中心沟通 尽快定案基隆第二处设宅的地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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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